不在於愛南社區開辦社區老闆人關懷酒店這麼多檔樓 因為好夠吃夠 參加老闆人的人數是越來越多 希望社區外産中心沒有這個廚房的設備 只能在外産中心的門口簡單來煮這裡 頭過的官議員了解聲的協助 社區也夠未了完成的廚房設備 愛南社區廚房也將它正式開設 讓老闆人是覺得很開心 下面已經五位 三位 五位 這天不可以煮吃 用的是專心的老闆 今天是愛南社區廚房頭一天開會 準備的料理是特別攝操 有專用廚房一後 提供社區關懷幾點老人用餐時間更方便 很多是獨居老人 所以社區就是想著說 不然整家就讓他們吃飽後再回去 回去還沒辦法餓 所以他們會成立 早前生日的時候就是比較客難式 就是大致上都在樓邊那裡煮 衛生也不太好 很多東西都不方便 社區剛才放客用 沒有老人在慶祝醫生 社區只準備了青草中等 跟大家的共同分享 對長期在社區關懷幾點參加五湯的老大人來說 這當時吃得很開心 因為日後他們在這裡用餐時間更方便 我們要按這個老人吃得很開心 這樣比較方便嗎 有吶 我比較方便 又清潔 對不對 又好用 我們的老大人也很方便 我們這些老大人很愛來 我們這裡二天都會去學一些東西來教我們這裡的老大人 不然我們只看電視就不可以了 有間這裡外面後又有間這裡吃飽 對啦 吃一吃飽就回來了 那你講到什麼 很好啊 對 大家都很快樂啊 在我們廖吉祥的廖義園到三天之下 我們社區這個廚房可以來成立 可以去養 一後可以帶動這個老人關懷的股點 這裡所有的老人在用餐的部分 可以更加安全 更加衛生 更加健康 社區標示 社區廚房剛才由廣義園廖 協助監處10萬塊菜工設備以外 其他的經費 就來自關乎社區關懷幾點的經費支持 目前配合社區關懷幾點開設的庫廷 在每星期二中途 跟六月晚上提供老人用餐 希望未來有更加成就的經費支持 更大社區廚房為社區中部的服務 接著王朝鮮蔡芳報道